五角大厦27日公布2023年成果报告 惠整美国与盟友及伙伴合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使美国在印太区域的军事态势更加激动、分散、具韧性和致命性 国防部长奥斯丁在报告中说 在具决定性的十年里 2023年将被视为实践美国在亚洲国防战略的决定性一年 这一年 美国军事关键部门增加前沿部署至日本 强化该地区贺阻力 也与澳洲扩大军力部署安排 并增加四座位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同时强化对朝鲜半岛的威吓 根据报告 美国将为澳洲行建核子动力潜舰 提供日本战俘飞弹 并支持印度国防现代化计划 报告还发布了史上 最具战略驱动性的国防预算 其中采购预算达1700亿美元 研发预算有1450亿美元 另编列91亿美元 用于太平洋贺阻倡议 五角大厦还表示 美国在印太区域安全合作措施 投资超过12亿美元 以强化印太伙伴能力 还遇意识与抵御胁迫能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 夜人节编译